食安問題不斷發生 食安問題不斷發生 你該如何知道你所吃下的東西是不是黑心食品呢 現在有廠商與政府合作開發食安APP 只要透過掃描電子條碼 立刻就可以知道是否通過合格檢驗 讓民眾可以自主把關食品安全 現在讓我們一起來看這則報導 食安問題不斷 你會不會擔心 到底你吃下的東西是不是黑心食品 當然會擔心啊 那我覺得就是盡量少吃外面的食物 然後自己在家裡煮會比較健康這樣 因為擔心呢 因為就是一直在爆發什麼黑心油或是等等 怎麼因應可能就是會先上網查 或是看一下報章媒體雜誌這樣 現在有手機APP 協助你查出食物安不安全 由經濟部開發食品資訊服務網 利用雲端運算科技 建立食品履歷追溯服務平台 隨時提供查詢管道 只要掃描產品的條碼 你就可以知道你手中的食物是否通過合格檢驗 而坊間也有廠商開發的APP 同樣提供檢驗報告 讓你掌握食安 多少會有吧 但是我覺得應該也是使用過 才會知道它到底符不符合我的需求 立法院這個月提案修法食安法 希望學習歐美前例 強制要求食品包裝需標示溯源電子條碼 不過這樣的APP資料庫目前上月齊全 使用上仍有許多改善的空間 期待未來有更多的廠商加入提供產品資訊 讓我們一同為食物安全把關 記者詹英春 周田鈞 台北採訪報導